一辆破损严重的摩托车 一张面目全非重罪的脸 一场交通事故在夜晚如何发生 现场上也并没有发现撒车印 三个人的慌惶决定 四圈的夺点长藏 一念之差如何导致灰恨终生 整个人都透过来气 平安365即将播出 平安365即将播出 2014年5月8日晚上9点20分 厄伦春自治齐交警大队 大队长张国忠办公桌上的电话 就来响起 接到我们诺敏镇交警中队回报 诺敏镇白尔沟的公路上 发生一起车辆造势逃一案 打来电话的是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兼诺敏镇交警中队中队长武斌 到现场以后 看到这个有一个摩托车倒地 旁边有个人 这个人整个脸血肉 那个毒母油干脆看不起 接到电话后 大队长张国忠立即继续了工作部署 并带领事故处理分源 沿夜感冒莫名镇的事故现场 到达现场以后 进行了现场的勘察 有一台两轮摩托车和死者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 诺敏镇东南部的一条县级公路上 事故路段大致呈南北走向 有一上一下两条车道 现场向南七十多米 有一处监控探头 警方对事故现场的勘察 一直进行到了第二天 看这个摩托车的行驶方向 摩托车是油温北向南行驶 现场并没有发现刹车印 这个现场散流着摩托车的一些残留物 摩托车当时破损也非常厉害 在摩托车那个大灯 大灯的壳的边缘 有一个景蓝色的一点非常小的一种蓝色旗 路边有个捡到一个类似汽车大箱的钩子 大箱钩子 北侧有个类似半米左右 散落物这个图 警方通过现场的初步勘察认为 两轮摩托车由北向南行驶 到此路段与车辆相撞 摩托车驾驶员因未带头盔 头部受到直接撞击当场死亡 对方车较逸 在事故现场 警方提取到了三种重要物证 蓝漆 挂钩 和沙土 而沙土在后来的案件侦破过程中 更是成为了警方找到逃逸车辆的直接证据 它是一个很清晰的颗粒状那种土 就是在山上才有 咱们的农田地有点沙土 它那个像类似 诺敏镇位于大兴安岭南路 厄伦村自治齐的最南端 与自治齐政府所在地相隔二百多千米 是一个多民族居住 以农业为主的乡镇 这里的农户 几乎每家都有一两辆农用车 或农用四轮车 也就是常说的拖拉机 而农用车和农用四轮车的拖抖 绝大部分为蓝色 根据现场蓝旗和铁钩呢 初步的断定它是一台这个农用车 也就是说小农用车四轮车 这两种车型 蓝色的农用车 或拖挂蓝色拖抖的农用四轮车 这是警方根据现场勘查 初步确定的逃逸车辆 据此 案件进一步的工作迅速展开 分了四个组 一组进行现场摸牌 周边的村屯进行走访 另一组对附近的住家 按有监控的进行调取 同时另外一组负责过往所有的车辆 重点排查修理铺 另外一个组实地地 再细致地进行勘查 警方通过调查了解到 死亡的摩托车驾驶员叫王远 36岁 是当地的少数民族 平时孝顺而顾家 两个月前父亲刚刚去世 而这场事故 无疑又让他的家庭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 办案民警调取了 事故现场南侧70米处的 监控器拍摄的画面 然而调取的结果 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壮烂的摩托车破碎了面部 监控器能否还原事故的真相 大海捞针 法网灰灰 办案民警如何寻找消失的拖拉机 平安三路正在播出 在事故现场向南70多米的地方 由于出道路监控 警方如果能够在监控录像中 找到事故发生时的画面 将为案件的侦破工作 提供重要线索 车辆过得都拍砸了 但是没有类似这种颜色的车 怀疑当着监控有数据丢失 由于它是太阳能的 当时发生事故时又是阴天 它的处电量又不好 所以对这个现场事发的情况 又没有抓牌上 现场监控没有拍到事发状况 这让警方的办案难度无疑增大 而与此同时 警方对尸体的检验 也发现了新的状况 现场看上完之后 你对死者进行了尸体检验 酒精含量225毫克 属于醉酒驾驶 根据我国现行的规定 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 80毫克的驾驶行为 即为醉酒驾驶 而摩托车驾驶员的酒精含量 接近此标准的三倍 一场酒改变了他自己 甚至是家人的命运 而对警方来说 最主要的工作 还是找到这辆消失的肇事车 诺敏镇是以农业为主 农户占80% 农用车达到3000辆左右 当时我们的工作难度非常大 可以说也是大海捞针 根据两天的时间 没有发现协助 两天的侦破工作 警方供排查农户400余家 车辆2000多辆 调取各类监控180多个 约200多个小时 终于第三天 大海捞针般的工作有了线索 排查的当中 就是有一台外地的车辆 在这个时间段 它进行了通过 我们又经过努力 就把这台车呢 找到了 但是撞车的过程 这辆车的司机并没有看到 只是看到一台农用四轮车 车上有几个人 于是警方根据这一重要线索 将目标车型锁定在了农用四轮车上 我们根据这个情况 又进行了重新的走法 在我们排查第三天的下午 在诺敏镇 金某一家 发现了两台四轮车 在这个院子里 一共住着三家人 除了金某一家之外 还住了金某的弟弟 和金某的岳父两家人 这两辆农用四轮车 也都停放在这里 其中一辆车头的机器盖子被摘掉了 并且没有悬挂牌照 于是警方对这辆四轮车 进行了细致的查看 发现它这个脱斗的前部分 就是底下有这个汗的铁后 而且是新汗上去 在一个左舍的这个车厢角上 还有新喷的蓝色油气 我们根据这两个情况 又对这个金某进行了询问 在询问的这个当中 在他家院子里 又发现了一堆沙的 金某说 他自己家要盖房子 这堆沙土 是躺到附近的山上拉回来的 由于当地管理部门规定 禁止私自挖沙 所以他是晚上偷着去的 而且民警在这辆四轮车的拖斗上 又有了新的发现 这是当时在那个四轮大箱底下 我这拿手这么一抠 有那个散落屋的土 跟现场散落屋的土是非常像一样 所以根据他这个沙子情况 和这个现场的这个沙子 我们也进行了比对 基本上是完全都符合的 同时也根据这个铁钩 还有拖斗上的漆 又认真进行比对 基本上就确定的 造势车辆也就是金某家的这台车 报案民警将金某兄弟和岳父 一同带回交警队进行训外 经过我们做了一些大量的工作 金某就对这个事故承认了 在当时案发现场的时候 他这个弟弟说了 咱们应当报案 他父亲说了一句 他说先别报案了 完了过后再说 岳父的一句话 让金某做出了悔恨一生的决定 而这句话 也让金某的岳父付出了代价 公安机关呢 按照交通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 对他父亲进行了行政处罚 一场车祸究竟如何发生 一个决定怎能悔恨终生 平安365正在播出 在诺敏镇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发生后的第四天 逃逸的农用四轮车驾驶员金某 被警方拘捕 在看守所里 金某对这四天躲躲藏藏的日子的记忆 似乎并不清晰 而回想起当时发生的这一切 金某依然是回不当初 最后的一个人 就是发生交通事物并不可怕 可怕的就是逃离的现场 应该第一时间救助伤者 这第一时间停车机遇报警 救助伤者 肯定不能逃离现场 2014年5月8日晚上7点多 金某驾驶着自家的一辆农用四轮车 和岳父弟弟三个人出了家门 岳父想在院子的东边再改三间房 地基都打好了 砖也准备好了 还需要一些沙土 但是政府规定 附近山上的沙土不能私自采挖 于是这一个多星期来 他们都是等天黑以后 去离家三千米远的一处山脚下挖土 去那山拉着土在身边 而此时 陆明镇上的王远家里 他正在和两个朋友 在有些沉闷的气氛里喝着酒 两个月前 父亲去世的悲痛 还没有消除 这段时间 王远喝了不少酒 对他本人来讲的内心 也是一个打击 晚上九点多 装满了一串骨 经毛时间回家了 王远也喝完了酒 他跟朋友们说 要去姐姐家 这条路不宽 只有五六米 昏黄的车灯 照在不远的路面上 四周一片击飞 金某知道还有一半的路就要到家了 在我前面上也有二十多米 摩托车突然间就是奔过我的车要来了 迎面来了一个起摩托车的一个人 车速非常快 直接就撞上了他们家四轮车 拖斗的坐车 当上四王 创上之后呢 把车开出去 大约停了有一两分钟 一看这个人呢 已经是不行了 由于害怕 心里都害怕 也就没有停留 开车直接走了 没有管 当时就是感觉他们一下全都懵了 就把他脑子一边空白 一个眼睛都不消了 一个眼睛都这样子 事故发生四个多月后 平安三鹿五栏目记者和当时的半夜民警来到了金某家 当见到了记者在看守所拍摄的金某的视频时 金某的母亲一下子坐到了地上 目前金某除了要承担防律责任外 还要对死亡的摩托车驾驶员进行数十万元的赔偿 而这笔钱对于年收入只有三四万元的金某一家来说 不已是沉重的负担 他要是我要是懂得交通法的话 当时你保护好现场 根据这个现场的实际情况 他可能就要在法律上 他要付次要责任 但是出现这种交通案件以后 因为他不懂法 就做出了逃逸的选择 所以说按照法律 他就要负全面的责任 2014年12月14日上午 湖北省黄石市某棉麻厂的生产车间突然起火 由于车间内的机床上堆放着大量棉麻 火势迅速蔓延整个车间 与火厂相邻的12个棉麻原料仓库 加工车间及成品仓库岌岌可畏 湖北省黄石市消防支队接到报警后 立即抵达事发现场 根据现场情况 救援人员迅速展开灭火战斗 30分钟后 现场明火被完全扑灭 后经调查得知 是由于机床线路老化 产生火化 引燃棉麻 从而引发大火 平安365提醒广大观众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 一定要实时提高安全意识 以免发生类似事故 请不吝点赞 订阅